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通过直接将该资产用于最佳用途产生的经济力的能力 或者通过将该资产出售给能够用于最佳用途的其他市场参与者 产生经济力有能力 那么这是他的最佳用途 有人说老师你第一句话错了 非金融资产的公运价计量 为什么这句话公运价计量老师 老师不对 非金融资产 比如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不是公运价计量的 你不如后续计量按照什么原值减折就减准备吗 你理解错了 这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的取得时 比如说 比如说起合并中所取得固定资 合并报表中所取得的 或起合并中所取得 那么这些内容在初始计量时 公运价计量 所以这个公运价值要考虑什么 最佳用途 要考虑最佳用途 所以最佳用途是指市场参与者 实现一项非金融资产或者 所属的一组资产负债价值最大化的时候 该项非金融资产的用途 那么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判断非金融资产最佳用途 那么应该考虑 该用途是否在法律上允许的 实物上是否是可能的 财务上是否是可行的 适用方式 讲了三件事 那么这三件事 第一个是法律上允许不允许 实物上能不能可能 第三财务上可不可行 来解释一下 第一 判断非金融资产的用途 在法律上是不是允许的 那么应当考虑市场参与者 在对该非金融资产定价时 所考虑资产的使用 在法律上有没有限制 法律上有没有限制 比如说 我们原来听歌 财务官员 财务官员在昆明讲课的时候 说过这么一句话 昆明讲课说这么一句话 说我把滇池的水抽干净 我在滇池上 我在那建房地毯 在滇池上建房地毯 这个法律上允许吗 不允许 所以这个法律上不允许了 对吧 所以企业在计量日 对非金融资产的使用 必须没有被法律所禁止 那么这个资产在这 没有被禁止 来看一个案例 2018年大家都知道 这么一个特别典型的 就是那个秦陵 违建别墅被拆了 一千多栋别墅被拆了 挺可惜的 对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政府禁止在生态保护区内 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 那么这种就是你在这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 它的最佳用途不可能是这个用途 所以保护区内土地的最佳用途 不可能是工业用途 也不可能商业用途 都不可能 商业用途也不可能的 房地产用途更不可能 它是完全生态保护区 所以你用于违法方面 那就不行了 所以在法律上是允许的 比如说 我这块地只能用工业用途 那么我给它用在商业用途上了 那也不行 也是违规的 第二 其判断非金融产的用途 在实物上是不是可能的 那么应当考虑 市场参与者在对该非金融产定价时 所考虑资产实物的特征 比如说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 这个建筑是否能作为仓库 我到底是仓库使用的 还是作为房屋出租呢 那么房屋结构能不能改啊 比如说你要作为仓库的话 那么问题出来了 是钢筋水泥的 钢筋水泥的 我能不能安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龙门钓 龙门钓 这个钓钓东西的那个东西啊 那么也就是说 那个雕车 就那种东西 我能不能安装 因为这是什么房屋结构 我因为我在屋顶上安装这个内容 你要作为仓库使用 必须得有这个最起码的 我这里头的设备 这里头的设备能不能安装 那你要钻瓦结构就不可能了 对吧 如果是出租的话 这出租的话 这个结构能不能打通 比如说我这一层 里面打的隔断呢 这隔断能不能全部拆了 我要实行敞开办公 我曾经我曾经去过一些大的公司 比如新浪了 包括我们中华会网校 包括中华会网校 你看看办公区 从头一直望到尾 看不见 没有任何一个遮挡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里面的隔断能不能打开 这些我都得考虑 都得考虑 所以这个用途在实物上 是不是可能 第三判断 非基金融攒的用途 在财务上 是不是可行的 那么应该考虑 在法律上允许 且实物可能的情况下 是让参与者 通过使用该非基金融攒 能否产生足够的收益和现金流 我能不能赚钱啊 我能不能赚钱 说白了 从而补偿在非基金融攒 那么用于这些用途 所发生的成本之后 仍然能够满足 市场参与者 所要求的投资回报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用于出租 还是用于仓库 还是用于其他的 那么你看我找那什么 财务上可行 我能不能赚钱 这意思 能不能赚钱 好 那么说了半天 对非基金融攒的 最佳用途到底怎么确定啊 到底怎么确定啊 注意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那么就刚才讲的三个方面 就视为最佳用途 这三个方面 记住了三句话 记住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 是法律上 法律上是否允许 实物上是否可能 财务上是可行的三句话 记住三句话 选择题会选就可以了 快速反应 我们再来看一下 蒋公司为上市公司 20年12月1号 在非同一控制下 吸收合并 取得一块土地使用权 最无形攒入让 那么该土地 在合并前 是被用于工业用地 一直用于出租 工业用地出租 一般来讲 这个租金并不是很高 对吧 并不是很高 蒋公司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后 那么仍然是出租也没问题 最佳用途和原来一样 那么且以工业价值 计量且拥有的投资性房地产 21年3月31日 那么临近的一块土地 被开发用于建筑住宅了 住宅这可赚钱了 可以作为高层公寓大楼的住宅用地使用 那么由于本地区的这个区域的规划 自21年1月以来 已经做出一个调整了 所以甲公司认定 在履行相关手效 可以将原来的用途 原来的工业用地的用途 那么变更为什么 住宅用地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确定该土地使用权的工业价值呢 好 答 分析过程 所以市场参与者在对该土地定价时 应该考虑该土地作为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进行开发的可能性 那么该土地的最佳用途 是要通过比较以下两个金额 那么第一个 你作为工业用地的价值 那么第二 你用于建造住房 建造住房的时候 那么一个什么问题呢 建造住房以后空置土地的价值 同时还应该考虑将该土地变更为空置的土地 而必须发生了拆迁的厂房的成本 还有其他的一些成本 这些拆迁费用你得考虑 好 那我们再给数字啊 假定土地最佳用途 应该根据上面两个金额中最大者来确定 那么该土地现有用于工业用地的价值 假定600万 就是一个 而用于建造住宅的价值能达到1000万的 但是还有别的数字 必须发生了拆除厂房一些费用 是250 那么扣掉250以后还用750 那么750仍然大于什么 大于600 所以你能看出来哪个 哪个吗 那么你能看出来了 所以这道题我们看出来了 所以该土地使用权 工业价值750大于这600万 所以大于600往前看啊 往前看 所以我们在这边 那么如何确定土地的供应价值呢 那么这个土地供应价值 我们不应该用工业用地了 那么应该按照什么 住宅用地来确定其供应价值了 所以取其二者中较高者来确定 好 第三个 非金融攒的估值的前提 那么其供应价值计量 非金融攒是应当在最佳用途的基础上 来确定 该非金融攒的 估值的前提 即单独使用该非金融攒 还是组合使用 那么第一 通过单独使用 实现非金融攒最佳用途的 那么该非金融攒的供应价值 应当是 将该资产出售给同样单独使用的 该资产的市场参与者的 当前的交易价格 来做一台供应价值 都是单独使用不是组合使用的 我这单独使用 麦炭也单独使用 这种情况下都是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这种交易 那么当前的交易价格作为供应价值 那么第二 通过与其他资产和付产组合使用 实现了非金融攒最佳用途的 那么该非金融攒的供应价值 应当是将该资产出售 还是同样组合的 同样组合方式 使用资产的市场参与者的当前的交易价格 并且假定市场参与者 可以取得组合中的其他资产和负债 能找到吗 也能找到 所以还是同样的 还是同样 那么这边组合 那边也是组合的 好 看一个快速反应 21年10月16日购买日 假公司在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中取得一台设备 那么按照20号准则要求 那么假公司需要估计该资产 在10月16日这一天的供应价值 我在合并报表中要请确认 对吧 如何确定其供应价值 就一台设备 就一台设备 所以备购买方最初通过外购 取得该数控机床 并且对该数控机床进行小范围的 一个特定的配置 以适用于自身经营 那么假公司取得该数控机床后 用于生产经营还是生产经营 那么假公司发现 该资产在作为使用安装和配置后 通过与其他资产结合起来使用 作为市场参与者 提供最大的价值了 并且没有证据表明 该数控机床当前的用途不是最佳的 既然不是最佳的 那么你就可以认为 当前的状况就是最佳的 就是作为最佳用途就可以了 好 接着看 给具体资料了 假定假公司可以获得运用 一个成本法 一个是市场法的充分的数据 没有使用收益法 没法折线 为什么来看一下 考虑到假公司无法通过该数控机床 取得单独可辨认的收入 没有现金流 作为未来现金流量的可估计 并且假公司也无法获得 类似二手数控机床的 这个租赁费率 以用预测该数控机床的未来收入 所以说这种方法没用 那么只能用成本法和市场法 那么再接着看 那么假公司用市场法的时候 采用类似的数控机床的报价 那么并就该配置后的数控机床 与类似机床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调整 好 具体数字 假公司考虑了该数控机床 当前的状况和地理位置 那么假公司用市场法 确定它在这个日期的供应价是60万 考虑了 注意考虑什么 当前的状况 还有一个什么地理位置 为什么考虑地理位置 我说过了 地理位置是资产的特征 第二 假公司用成本法 估计当前建造就类似用途 并且经过配置后的 替代的数控机床所需的金额 假公司考虑数控机床的现状 还有什么运行所处的环境 包括实体性损耗 功能性损耗 经济性损耗 以及安装成本等等等等 最后算出65万 前面的金额多少 是60万 这个是65万 那怎么办 俩金额给你了吧 考虑到这个市场法 所使用的输入值 市场法 类似数控机床的报价 那么作为较少调整 调整不多 假公司认为市场法得出的估值 可能更具有代表性 作为供应价 因此最后确定60万 作为供应价 这种情况不要认为65 大我用65 不是的 那么因为什么 因为这种方法 可能调整的比较少 没有经过过多的修饰 过多的修饰 那么这个可能经过过多修饰 你实体性功能性经济性贬值 安装成本 是不是考虑用太多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60万 作为供应价值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讲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负债和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 自身权益工具 所以这里说白了 指的发行方的事 发行方的事 我发行方 发行方 我发行股票 那么自身权益工具 那么我发行债券 我就负债 从这个角度 那么其供应价值 计量负债 应当假定在计量日 将该负债 转移给市场参与者 而且该负债 在转移后的据存在 由作为受让方的市场参与者 履行相关义务 谁受让 谁作为他的履行 这个偿债义务 同样 那么其供应价值 计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应当假定在计量日 将该自身权益工具 转移给市场参与者 而且这个 在这个市场参与者 这个市场参与 之后还得存在 还得存在 和上面样都得存在 而且由受让方 作为市场参与者 取得以该工具相关的 这个权利承担相关的义务 所以都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对方 好 那么在任何情况下 且都应该优先使用 还是那句话 可观察数值 那么只有在相关可观察数值 无法取得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你才能用不可观察数值 说很多遍 用以估计 在计量日 市场参与者之间 按照市场情况转移的一项负债或权益工具的 有序交易的价格 这些内容都是比较虚的 所以从这到这没有一个实在在东西 没有实在这种东西 下面具体来讲 下面内容实在了 第一 确定负债和且自身权益工具 这很好办 但是很多情况下 由于法律限制或企业 没打算转移负债 或且自身权益工具等原因 那么企业可能根本就无法取得 它的公开报价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 要注意一条路走不通 我看另外一条路 这条路看对方 我发行债券 是负债 有持有方法 我发行权益工具 我是股本 我是其他权益工具 你们持有者吧 看持有者 看其他方作为资产的持有 可不可以 那么相关负债 或且自身权益工具 被其他方作为自然持有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在既然是 从持有对应的资产的市场 参与者这个角度 以对应的资产的供应价为基础 来确定负债 或自身的权益工具 不就完了吗 对等不就完了吗 那么相关的负债 或且自身权益工具 如果没有被其他方作为自然持有 那么企业应当从承担负债 或发行权益工具的 市场参与者角度 只能估值技术来确定 只能估值技术 最好办法 先看对方有没有 我发行债券了 那么你持有了 从你那角度来 你那有没有供应价 如果你那有供应价 就可以作为我这边的 负债的供应价 就可以了 同理 反方讲 那么注意 是你们 如果说我发行股票 那么你们购买了 也作为投资 作为金融产的话 那么你们那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也可以作为我的权益工具 自身权益工具的供应价 所以这里面讲双方的问题 这样 被其他方作为资产持有的 负债或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对于不存在相同 或类似负债 或且自身权益工具 报价 但是其他方 已经作为资产持有的 这个负债和自身权益工具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答对方 直接答对方 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 如果对应资产 存在活跃市场的 并且且能够获得报价 那么且应该 以对应资产的报价为基础 来确定负债 和权益工具的供应价 所以这是第一个 存在活跃市场 那么第二 不存在活跃市场的 或者是无法取得的 那么只能什么 可观察数值 那么比如说 对应的资产在 非活跃市场的报价 第三 如果一二中的 不可观察的价格都不存在 那么企业只能用 收益法 市场法 等估值技术来算去吧 反正你也算出来 好 快速反应 21年3月5日 甲公司发行了 面值为1000万的 2A不是3A 2A级15年期的 固定利率债券 面值100 好 这个利率是10% 那么甲企业将 该基础负债 指定为 以供应价计量 其变动 既有当期损益的 兼容负债 如何确定其供应价值呢 考试之后说 给你一个数完了 给你个 1005 给你1100 给你1800 完事 15中这数字 不是得拍脑子出来的 这数得 得什么 得算出来 而且算后 在15中 特别上市公司 披露这数怎么来的 具体计算过程 什么样的 你真得说出来 你知道吗 好 分析过程 假定该债券 在中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上 具有大量的交易 好 21年末 每百元面值 在考虑了 应激利息付款额后的 交易价格 为92.5 那么假计 可以使用 该活跃市场上 这个报价 估计其负债供应价吗 完全可以 好 那么具体看 怎么来的 假计在确定 该债券的活跃市场 报价 是否代表 负债供应价值时 应当评估 该债券报价 是否包含 不适用于 负债供应价值 计量因素 例如 该债券报价 是否包含 第三方 这个信用增级的问题 有没有信用增级问题 那么假计 确定 无需对该自然报价 进行任何调整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拿这个 92.5 去计算了 92.5 计算 计算过程 自己看 直接拿这92.5 前面给了92.5 这92.5 我们拿这个数字 以它为据 为依据 来进行计算 最后确定其供应价值 98.5 好 第三 没有被其他方 作为资产持有的 负债 或自身权益工具 那么这就不好办了 那不存在 相同的 或类似负债 或且自身权益工具 报价 并且其他方 也没有作为资产持有 那么且应该从 承担负债 或发行权益工具的 市场参与者 这个角度 只能藏估值技术 来进行确定 估值技术 确定了 好 来确定什么 负债和权益工具 供应价值 即使不存在 对应资产 包括 其余之一 那么且 也可以用估值技术 来计量负债的 供应价值 也可以的 好 那么例如市场参与者 预期在履行业务时 将发生的 未来现金的流出 你不负债吗 得流出吧 流出的限制可以 那么且使用 这个现金流量 折现吧 既然没有被其他方 作为自然持有的 负债供应价值时 那么应该 含着一方 估计市场参与者 为履行相关业务 预期流出的 未来现金流量 有了现金流 你就可以折现了 有了现金流 就可以折现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不履约风险 那么对于 供应价值 企量相关的负债 应该考虑 不履约风险 并且假定 不履约风险 在负债转移前 保持不变 不履约风险 前面讲过了 是指企业 不履行义务的风险 包括 但不限于企业 自身信用风险 前面讲过 自身信用风险 所以我们前面 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自身信用风险变动 是寄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 你不能寄入损益 那么自身信用风险的变动 是自身原因造成的 比如说我发行 债券2 是3亿吧 现在变2亿了 现在变1亿了 对吧 那么且以公允价值 计量相关负债 是应该考虑 自身信用风险的影响 以及其他影响 负债的旅约的一个 或旅行的一个因素等等 所以这个因素要考虑 好 到为止 后面还有很多内容 我们在省略了 估计 后面内容 从考试角度来讲 我个人认为 直接判断 那么考的概率 并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在这省略了 基本到这为止了 好 到为止 我们这一张就讲完了 这一张内容 第一 从考试角度来讲 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这是第一 第二个 这张内容 概念性内容特别多 所以建议大家 把我讲义中 有立体的地方 有那个快速反应地方 看一看就可以了 好 那么作业 第一个 趁热打铁 趁热打铁 把我们的讲义 从那里过一遍 不要花太多时间 没必要 不要花太多时间 别人说老师 我战略放弃可以吗 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既然你听过课了 我就建议你 就是再过一遍 能够记多少 记多少就可以了 然后呢 有时间的话 再去做题 没有时间 我觉得题也可以不做 有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一张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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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